台大校園真才企業博覽會登場 今年共有259家企業參加 釋出超過2萬個職缺 堪稱歷年最大規模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 2015年新鮮人期望月薪達31K 和企業給的實際企薪仍有落差 第一份工作 因為只是大學生 大概是3到4萬 都可以接受 新鮮人期望的這個月薪 大概在31K左右 不過企業大概只願意開出 25到29K這樣一個區間 不過如果你是頂著這個 台大學歷 不管是學士或研究所 其實起興還是有機會 比其他人多百分之六 他經濟要求了 隨著來台旅客突破千萬 旅遊航空業市場蓬勃發展 華航祭出驗薪20萬元的誘人條件 預計招募100位培訓機師 儘管2014年全球培案意外頻傳 仍吸引不少應屆畢業生前來詢問 因為目前兩岸航點不斷的增加 然後又補進新的77 那明年預計還有新的350要進來 那未來還有更多機種要陸續引進 所以我們會非常的確認 待遇的部分以現在目前 副機器來說 應該就是平均大概20萬 這裡的那個待遇還不差 所以想來試試看 然後他跟一般的工作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他不用坐大辦公室 然後可以去一些你這輩子 可能都不會去過的地方 我覺得很新鮮 除了航空業 畢業生最嚮往的科技業也積極搶人 洪海集團鎖定電子商務 行動通訊等人才 喊出大學畢業起薪4萬元以上 職缺無上限 另外學歷門檻較低的 房仲保險業務員 隨著景氣回溫 有機會挑戰百萬年薪 也是畢業生求職的熱門選項 中央設計的張志燕 簡宇綺 台北報導